大家好,欢迎观看iPhone繁中频道的视频 iPhone黑屏并显示旋转图标并不是个罕见的问题 对于iOS系统升级的用户,可能会发现手机黑屏了 正中间还有一个旋转图标,你可以对比屏幕下方的图片 如果您的设备出现这个情况,就来对地方了 这个问题通常是由于软件故障导致的 至少90%手机问题的元凶都是它 因此以下的方法均与解决软件问题有关 今天我们会利用两个方法解决此问题 首先是强制重启iPhone,这是最常用的故障解决方式之一 或者使用iOS修复工具,操作简洁并且不会造成数据丢失 让我们开始修复吧 另一个解决方案强制重启iPhone 此方法在不同手机型号上操作有所不同 我们在这里只讨论iPhone8级之后的机型 如果您的手机是其他机型,您可以前往右上方的链接观看视频 此视频覆盖了所有机型的具体操作步骤 让我们开始吧 对于iPhone8或之后的机型,让我们快速按下并松开音量增弹按钮 然后快速并松开音量减小按钮 最后按住侧面按钮直到看到苹果图标 如果此方法有用,您的手机应该已经重启并且正常运行了 但有时由于未知原因,iPhone无法通过此方式恢复正常 此时您可以尝试第二种解决方案使用iOS修复工具 它不是免费的但成功率很高,并且可以保留您的所有数据 不然可以进行退款 这是一个真正简单快捷的方法,让我告诉您如何操作 首先下载平安装软件,有Windows Mac两个版本 我已经在视频详情中放置了下载链接 打开软件,您可以看到标准模式选项 点击它,然后将设备连接到计算机,点击下一步 现在您将手机置于DFU模式和恢复模式 以便软件可以检测您的手机 根据手机型号不同,至于恢复模式或DFU模式的步骤也有所不同 同样的,我们也只展示iPhone8和之后机型的手机如何进入恢复模式 如果您的手机不是此型号,请按照右上方的视频说明进行操作 若想让iPhone8或更新机型的手机进入恢复模式 仍然将手机连接到电脑 然后快速按下音量增高按钮和音量降低按钮 放开按住侧面按钮 直到看到连接iTunes图标 软件检测到手机后,您选择所需的固件版本 然后点击下载,下载完成后点击开始 最终您的屏幕将变成这样 您的手机很快恢复正常 如您所见,所有的照片和应用程序都在这里 没有数据丢失 好的,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些 如果对您有帮助,请点赞并订阅本频道 以便查找更多iPhone问题的解决技巧 您的支持对我意义重大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见